各位 今天財經事務局常秘 我兩輪的發問 令我真是嘆為觀止寫個伏字 竟然對著全香港市民搬了個龍門 初初我跟他說 提供誘因給業主減租 他呢 就說香港十間公司 只有一間公司是交稅的 其他九間都不交稅 那你跟他們說 稅款底面有什麼意思呢 最大的問題 香港的物業收租的 不是只那九間公司左右 是只那一間公司左右 是不是 大家現在知道 香港今天的悲歌 都不用我講了 九成的人是跟一成的人打工 九成的公司就是跟一成的公司打工 辛辛苦苦請人賺錢 就交租給那一成的公司 所以這個關鍵 是對於這個稅款底面有沒有作用 不是有幾多公司交稅 而是他們透過收租 商業樓面收租 每年的總額有幾多千個億 大家明明 那麽 那麽 他現在說 有幾多公司 一成的公司是交稅 所以就沒有作用 我現在給他交盤數出來 是不是 如果不是我財政預算案 真不知道怎樣支持 面對一個這樣的政府 好了 跟著他馬上搬龍門了 他搬龍門說什麼呢 他說理念有衝突 政府不想補貼業主 那我心想 兩輪的抗疫基金 不是用公帑補貼市場嗎 各位 你們說是不是 他現在做什麼 他現在 當他們是小孩子嗎 他說所有零售商 每人給百萬元 你猜大部分零售商 拿了百萬元做什麼 各位知不知道 不是又是交租 他已經在做這件事了 他已經 只不過他幫不完 又漏了這個 又漏了那個 有些公司又百萬元幫不到 是這樣的原因 現在越說越亂 根本不知道政府的防疫基金 它的核心理念是什麼 你到底是補貼市場 還是不補貼市場 所以我講得很清楚 因為今天真的是 嘆為觀止這個答案 我現在等他給我一條數 所有拿著商業樓面的公司 每年收的租有幾千個億 這個數就知道這件事情 透過我這個提議有沒有用 好了 那陳凡局長那個有什麼回事呢 近來很多人投訴巴士脫班 當然了 巴士減了班次 兩巴都是 原因就是他沒有了四五成客 不是因為客人跑去港鐵 而今天沒有人搭車 很多人在家做事 減少出街 大家都明白了 那終於 我追了兩巴很久 透過運輸輸給壓力他們 好了 終於現在講完數了 政府呢 就有大約十億的補貼給九巴 大約有一億幾二億的補貼給新班成巴 主要就是透過燃油補貼 以及這一次的工資 有了這個補貼之後呢 這兩間公司 一間就說明年還會虧一億領 原本虧十一億的 拿了十一億的 拿了十一億的 另外一間就慘了 拿了補貼之後還虧二億幾 那說明的 如果港鐵搶走他們的生意呢 他別無他法一定再會減班 那我將這個信息帶給局長 你這樣對巴士乘客很不公平 你那邊就幫了港鐵減價 那你有很多平衡線的嘛 你扯走了客人去 好了 那剩下巴士的客人又怎樣呢 第一他票價沒有減 第二他班次少了 那這個什麼政府呢 在做什麼呢 那最簡單 就是給巴士公司同樣的一個方案 讓他自己選擇 巴士公司就說 如果是逐條逐條線給他選擇 就是說呢 平衡那些 他發覺搶生意呢 他寧願減價兩成 自己虧一成的收入 就政府補貼一成 補住那些乘客 其他的呢 不是平衡 不是很大的影響呢 他們就未必想做這件事的話呢 他們絕對有興趣做的 OK 那現在呢 我就告訴大家 辛辛苦苦去到現在 他終於回復 之前那些班次的八九成 如果透過政府行為 補貼港鐵減價 在六個月內 令到兩間巴士公司 再加班次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對得住 今天坐巴士 上班 或者出外的乘客 那我現在就盡力而為 希望他們明白 其中的道理 OK 所以政府局長說 巴士公司完全沒有興趣呢 這個不是事實 OK 麻煩 那這類事情呢 全世界都面對一個問題 前所未有 你一段短時間 政府怎麼想得了呢 他踩進去補貼行業 一定有東西漏的 永遠都會有東西漏 所以你要選最大的兩個公約數 所有企業 是只有兩個公約數 一個就是人工 一個就是租金 他現在人工做了很多東西 雖然有些漏洞 但是都未必補得到 他人工做了一些東西 另外呢 就是租金 租金他什麼都沒有做到 而是這件事出大事 有很多小的店子跟我說 他不會參加這個工資補貼計劃 原因 是他很多人已經減光了 因為他店舖根本沒有生意 他如果要防止倒閉 最重要就是減租 你說如果參加羅志光的計劃 每個人拿9000元 但是要他請回他以前的人呢 那他請人回來 他就算他不是一萬八請到 是吧 就算他一萬四請到 那他都要自己掏五千元的嘛 家政府舊時那個9000元去請這個人嘛 那些公司跟我說 他現在出五千元請這個人 他都不知道請來做什麼 因為沒有人進店頭 沒有生意 那他怎麼參加呢 那現在唯一生存就跟業主講租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樣子 但是有些公司是有用的 有些公司財雄勢大 他又不死得 那他請人又請很多 蘇金又不是他主要的支出 那這些公司呢 基本上這個計劃呢 是可以幫他們 如果是蝕不會蝕那麼多 但是他現在這個公司計劃 可不可以幫到一個企業 由倒閉去到生存呢 那個機會是好未 因為他要你請回以前那幫人 他站在那裡 天天搶手指沒有生意做 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當你沒有生意就是沒有生意 如果你請人 除非政府全資去請 結果去到後來有什麼事呢 這個救不了企業的 所以大家要很明白 其實現在其中一個關係 但事實上是有某些行業幫得到的 現在很多人在說失業援助金 我是支持的 失業援助金反而是政府很值得想的 你問我呢 他工資補貼 減租的誘因 和有人失業幫他 其實他做三樣東西就可以了 失業援助 工資補貼 和業主減租的誘因 他想方法處理這三樣東西 就不用現在搞到這麼複雜 跟著遲早有第三輪 第三輪又會漏了這個 又會漏了那個 沒有人有這麼聰明的 是吧 希望大家明白 他們有沒有第一天開始想清楚 整個原則的概念是怎樣 你當然是拿最大工藥數的 他現在就不是的 誰吵得厲害 他就給誰一些 跟著就這樣 跟著就這樣 所以我說遲早有第三輪來的 有很多公司 經過這次工資補貼幫不了他 那他撿了 那撿了他怎樣 又多些人失業 那他怎樣也要處理失業的人 每人派一萬元 你失業一萬元幫你多少呢 就開玩笑 對吧 所以這個問題是走不掉的 他下一波就要這樣了 你去到那裡這麼大件事 你一早就可以處理了 應該是預防企業倒閉 但是你預防企業倒閉 但是又沒有客人的情況之下 你就一定要work smart 和他們減低一些 是有沒有客人 都是固定支出的東西 那那些是什麼呢 一定是租金啦 怎麼會是人呢 人他沒有客人可以不請的嘛 是不是 租金如果他給不起 他不給 不給 那就是倒閉了 就是這麼簡單 OK 跟大家講講一些簡單的商業原則 謝謝